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婚前就协议财产独立 所以没有财产纠端的问题 2017年 阿娇的中国台湾拍戏 由剧组人士爆料 几次升工时都有一名高帅男子来接他下班 更被狗仔拍到反感后 有一名高帅男子戴着口罩进入他家 随后爆出该男子就是网红衣接王阳明辣红国 之后 两人感情进展神速 阿娇大方成热恋气 他表示 虽然彼此认识时间不长 但对方很关心他 也让他有被爱的感觉 更感慨 虽然过去的爱情道路十分崎岖 但仍然相信爱情 男方赖红国被媒体问及与阿娇恋情 有大方认马 车 我很喜欢他 他是很好的女生 也是我想认真走下去的对象 2018年赖红国凿下血本 将女神阿娇取进门 为了他在美国办婚前派对 香港恋客 宠妻无极限 赖红国曾自爆 跟阿娇结婚结到快破产 为了买婚件还把卡刷爆 其实这段婚间早就有不可端倪 赖红国过去和台湾知名博主 华航林依晨 IBCO交往 结婚 两年后离婚 婚后更被传出有出鬼妃文 此前 赖红国和一生好友可开的医美诊所开幕时 团队要求赖红国 请阿娇一起来站台开幕 当时就传出来红国搞不定阿娇 能不能出现开幕现场一直没给答案 最后阿娇是以不受访不开口才答 因现身 也可看出这段婚也是南非女尊 最近由于新冠肺炎隔离 夫妻分隔台湾 想跑两地 上个月赖红国出席活动时 就已经为大婚戒 已经引起不少网友猜测 至于离婚原因 赖红国在最新采访里更直白表示 她阿娇不爱我啊 她也坦承了2018年5月美国婚礼后 阿娇就后悔这段婚姻 但为了一千月的真人秀 才继续维持假面婚宴 也有媒体指出 阿娇和赖红国 早就是假面夫妻 维持了两年只为喝体捞金 婚后 阿娇带着赖红国上遍大陆节目创下知名度 而赖红国也撞行做衣美 诊所一个月可净赚300万新台币 但如果感情已经破裂 一起上节目秀恩爱 难道是想赚回去老婆的本钱 就是在骗婚 还是在骗粉 或者是骗自己呢